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在今年年初因为感染新冠肺炎而住院的青少年中 近三分之一需要重症监护 5%需要使用呼吸机 CDC主任瓦伦斯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对青少年新冠住院数量的上升感到担忧 看到有这么多青少年需要在重症监护 病房接受治疗 并不得不使用呼吸机 我感到十分难过 瓦伦斯基强调 希望父母与青少年能意识到持续戴口罩的重要性 并鼓励他们接种疫苗 国家郭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 今天在接受采访时说 他想看看在2019年武汉研究人员的病理报告 因为这些记录有助于解决有关病毒起源的争论 特别是如果病毒真的是因为实验室泄漏造成 除此之外 福奇还要求提供6名矿工进入蝙蝠洞后染上病毒肺炎的记录 变尼克斯太阳昨晚以大比分 斯比尔淘汰了洛杉矶湖人之后 成功晋级西半部的决赛 而该队在体育博彩网站上的总冠军赔率 也从此前的60比1变成了8比1 成为级布鲁克林蓝网队 米尔沃基熊鹿队以及犹他爵士队后的第四大热门球队 除此之外 LeBron James在输掉了昨晚的比赛后也表态 将不会参加今年的东京奥运会 并认为休赛季的恢复是必要的 目前东京奥运会定于7月23日开幕 不过南篮国家队的名单目前还没有确定 如果今年的总决赛达到7场 将会在7月22日结束 今年NBA的最后一场比赛 6月12日下星期六 英国女王一年一度的生日游行出品的COLOR 将在温莎城包举行 由于冠状病毒大流行 活动将比往年小得多 而且目前居住在加州的哈里王子夫妇 将不会出席游行活动 英国王室今天早上发布了一份 关于阅兵仪式的新称单 里面写到早上的游行 将会用英国皇家部兵卫队领导 国王皇家炮兵和骑兵团共同参加 女王抵达之后将会受到皇家礼炮和国歌的欢迎 根据目前英国的卫生指导方证 户外聚会仅限30人 室内聚会则限制在6人两组家庭 目前有超过1亿成年人 也就是大约1 3的人处于肥胖状态 食品药品监督官类局 今年宣布一种糖尿病治疗药物的新版本 将可以作为减肥药在全美销售 这一款名为WeGoV的药物 可以抑制人体的食欲并促进肠道激素 研究发现参与这一款药物实验的人群中 平均减重的15%大约34磅 研究中心主任贝斯说 这款药物比早期的减肥药要来的安全许多 不过也存在着一定的副作用 患有甲状腺分泌肿瘤的个人 或有家族病史的人无推荐使用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继续收看即将播出的 《华语电视》晚前新闻